從下的相對運動 我們是這樣定義的 第一個我們先定義相對的位置 就是說 現在的話有一個A A點 A的位置在這裡 R A好了 然後V的位置在這裡 R B好了 對吧 那我說 V相對A的相對位置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可以來看 V的位置 就是我以A當原點 來看V的位置 那是多少 是不是這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就等於這個向量 這個就定義成 V相對的相對位置 就是由A來看V的位置 這個我們叫做相對位置 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首先 R B 對A的相對位置 定義很多 定義成 R B -R A 等你 等你吧 然後再來我們看相對速度 怎麼定義 相對速度 就是由A來看V的速度 就是 V相對A的相對位置 對時間的變化率 V對A的相對速度 定義成多少呢 V對A的相對位置 對時間的變化率 沒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 我就把這兩個拿進來 就是 這個減這個位分的話 第一相位分減第二相位分 那 第一相位分的話 是等於B的速度 第二相位分呢 是等於A的速度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以前那個交通書 參考書 都直接這個變這個 都沒有告訴你中間這個 是不是 不是 也很直觀 就誰對死有誰見誰 也很直觀 想當難了 我跟你講 你 好 就說太基礎的東西的話 你用接受的態度的話 那你到了比較複雜的問題的話 就會變得難以嘗受 我們看 B對A的相對的加速度 就定義成多少呢 B對A的相對速度 對時間的變化率 那我就 也就是說 由A來看B的哪個加速度 那就把這拿進去嘛 拿進去 第一相位分 就是B的加速度 減第二相位分 A的加速度 加油